这是反正我很闲 是一个台湾的短剧创作频道 他们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发布影片 到了2020年 他们的频道开始有爆炸性的成长 相信我 只要你把他们所有的影片看十遍 你的频道就能跟他们一样爆红 屁啦 但是他们真的有个东西 我推荐你可以学起来 帮助你提升点阅率 就是他们的缩图制作技巧 从2019年6月发布的这支影片开始 他们每一支短剧影片的缩图 都坚守着一个简单又重要的设计原则 你看出他们共同的原则是什么了吗 那就是 这个技巧为什么有利于点阅率呢 许多频道主在制作缩图的时候 他们用心专注在影像处理软体的编辑画面上 但是网友在YouTubeAPP上看到的缩图 实际上是像这样的 YouTube会在缩图的右下角 压上影片的时间数字 假如标题文字特别是重要的关键字 刚好落在这里 又被时间数字盖到的话 网友很可能就无法快速看出你的影片主题 没看懂没兴趣没点击 然后就滑开去看别的影片了 假如我们学习反正我很闲的方法呢 以1280乘以720画素的缩图为例 如果我们调整排版 让标题字避开右下角这个415乘以225画素的范围 那么即便在YouTubeAPP上 影片的时间数字会盖到缩图的右下角 但是缩图上的标题文字完全不会被遮蔽 网友就可以很快看出这支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我相信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在发想你的影片主题 对吧 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也会想跟反正我很闲一样 让网友清楚看见缩图上的标题文字 不要让时间数字遮掉你想传达的影片主题 请你开启小铃铛订阅我的channel 让我帮你做YouTuber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